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厨小课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爆炒鱿鱼卷 下面咱开始处理鱿鱼 把这个鱿鱼切成鱿鱼卷 鱿鱼头处理一下 鱿鱼头去皮刮干净 把它切成对 下面开始切鱿鱼 咱先把这个尾去掉 把皮去掉 片成片 好 这个鱿鱼从中间去开 这时候先从里面切一下 不要切透 翻过来 把这个皮给它扒掉 下面再开始切鱿鱼卷 切鱿鱼卷 第一刀斜刀45度 这边是直刀 还是不能切透 好 切过以后 给它切均匀的块 好 鱿鱼卷切好以后 准备配料 线椒和美人椒都给它切成段 一姜蒜切成片 好 咱下面这个给鱿鱼先过一下水 加一点料酒去腥 这个过鱿鱼的时候 放凉水 放凉水 鸡一下 一定要放凉水 鸡一下 这样鱿鱼吃起来口感会更筋道 好 下面咱开始炒 锅中下底油 下葱姜蒜 葱姜蒜炒香 下入现椒和美人椒 炒出现椒和美人椒的香味 下入鱿鱼 下入鱿鱼 下面开始调味 料酒 蚝油10克 盐5克 白糖2克 自然粉5克 胡椒粉3克 翻炒均匀 勾一点水淀粉 加一点红油 出锅装盆 这道爆炒 优鱼卷就做好了 想学菜 关注大厨小朋友